由于前阵子老爹挖宝,不小心把村长祖坟炸了, 钱没赚到反而还赔了不少, 导致老爹最近心情很是郁闷, 直到那天城里的三叔来电话,让他过去待两天。 老爹心想反正在家待着也闹心, 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,怕路上饿。 从家里拿了几个大萝卜带着, 只身一人就前往了城里。 按照地址找到了三叔家的位置, 由于是高层需要坐电梯才能上去, 第一次坐电梯的老爹还挺兴奋, 可不知道是不是电梯里比较闷的关系, 萝卜的副作用这时候就有点显现出来了。 看到周围人迅速捂住口鼻, 老爹也赶紧用手捂住, 还四下看了看,假装寻找放屁的元凶。 等了一会,没有人发现自己这才松了口气, 可是肚子里面又是一阵翻腾, 紧接着不受控制的突突突的声响传出, 机智的老爹赶忙顾忌重施, 这时候后边一个手搭在了老爹的肩膀上。 大兄弟,你放几个屁, 我倒是能忍, 主要特么这屁辣眼睛啊。 电梯门一开老爹就羞愧的夺门而出, 尴尬过后还反应过来, 这特么楼层不对啊。 电梯是不好意思坐了, 只能开始爬楼梯, 好在有着波轮增压的辅助。 爬到三叔家锁在楼层的时候, 还剩半条命。 晚上三叔非常豪爽的为老爹安排了接风宴, 哥俩推杯换盏, 诉说着这些年各自的经历, 久过三巡后老爹起身就要去方便一下。 等了半天的三叔也不见老爹回来, 不放心就要去门口看看, 刚出门就特么猛度了, 只见老爹抱着门口的路灯, 一个劲的要往上爬, 结果费了半天劲也没上去, 反倒是脚下一滑。 第二天醒过来的老爹就紧张地跟三叔说, 老三啊, 我昨天遇到鬼打墙了, 昨晚方便玩, 我就想顺着那个亮光回去找你, 可是怎么走都走不过去, 还好老三你把我救了。 唉。